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斌 NBA球员的身体天赋可以说是万里挑一 在球场上挥洒激情之余 有的人还会把天赋带到了场下 在女性面前大显身手,大发神威 而当中除了已经驾鹤西去 留下两万传说的张布伦 要数罗德曼最富有传奇色彩 作为NBA有名的花花公子 花大虫这一混名就足以概况 罗德曼赛场内外的全部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放荡不羁的人 人心太敌,却栽在了一个女人的十六群下 这里面都有哪些精彩桥段 今天,阿斌就跟大家娓娓道来 本片景线年满18周岁的朋友观看哦 一说到主人公罗德曼 相信很多球迷第一时间都会想到 他那特立独行的处事风格 成名于坏小子军团的花大虫 给人一种恶贯满盈的坏蛋形象 然而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 罗德曼古怪性格的养成也是由来已久的 他早年被生父抛弃,被生母嫌弃 加上恶劣的成长环境 罗德曼很快就成为了少管所的一员 如果没有篮球这个让他施展才华的舞台 恐怕他的一生一眼就能看到底 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 虽然罗德曼惨遭生父抛弃 但是血脉里的基因却是永远带不走的 传闻罗德曼生父的孩子数量 有据可查的就有29个 这甚至赶上了大虫的单场篮板球记录 毫无疑问 罗德曼继承了父亲混乱的私生活作风 这也引出了和麦当纳的那段故事 如今提到麦当纳 可能知道的人很有限 甚至会问出 是不是麦当劳的妹妹这样无厘头的话 但在上个世纪90年代 麦当纳的名气 几乎与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相匹敌 就是这样一位货真价实的天后巨星 与罗德曼擦出了激情的火花 而且还是更加主动的一方 当麦当纳遇到这位狂野的大男孩时 就被那桀骜不逊的气质神神吸引一见钟情 他想要征服罗德曼 于是开始了疯狂的追求模式 在麦当纳难以抵挡的魅力攻势之下 两人很快坠入爱河 并且进入到了疯狂的热恋阶段 外痴迷的麦当纳 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怀上罗德曼的孩子 为了能够如愿 就要求大冲埋头苦干 三日肉体交锋次数 甚至接近上双 而且经常是背靠背 连续多日作战 说到这儿 阿丁不自觉地按了一把自己的老腰 就连罗德曼在外消遣的时间里 麦当纳也不放过他 有一次在大成和朋友在拉斯维加斯玩得真兴起 就接到了天后在洛杉矶发来的造人请求 罗德曼也是迅速进入战备状态 打了个飞滴奔赴前线 千里运送弹药 二人功夫云语之后 麦当纳为了能够精准受孕 张开双腿 玩起了倒立 希望每一滴都不浪费 而完成播种使命的大虫 则是穿上裤子就跑 玩性为小子他火急火燎地赶回赌城 事实证明 罗德曼终究是麦当纳握不住的杀 痴心天后要求和大虫结婚 然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一边是独立女强人 另一边是潇洒无度的花花公子 地久天长的誓言对他们太过奢侈 随着时间的推移 退去激情的外衣 两人关系迅速恶化 最终只能分道扬镳 一个过世的结束 往往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 真正让罗德曼缴梟投降的女人 不是麦当纳 而是另有其人 和天后分手不久 闲不住的罗德曼 开始释放自由的天性 出入于贵大美女如云的娱乐场所 享受着属于自己的快活生活 直到她遇到了卡门 这个一眼就俯获罗德曼内心的女人 她是一名演员 歌手 模特 曾为花花公子上演过脱衣秀 拥有着美艳容貌和完美身材 更是在之后的 全球百大性感美人 屏比中高居第五名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罗德曼的眼睛更是看得两眼放光 大冲主动搭讪 卡门也认出了她 知道她是篮球圈里的坏孩子 还跟曼达娜交往过 出于礼貌也好 出于收集备胎也好 卡门还是和罗德曼交换了电话号码 后者随即展开积极追求 一开始就邀请她到公牛主场看比赛 在卡门到达芝加哥的第一晚 罗德曼就让她别走了 说今后所有的夜晚都将由她来守护 那一夜她没有拒绝她 那一夜她全力以赴 双方长道共同甜头之后 关系迅速发展 很快陷入热恋 为此 罗德曼还一度向球队申请 允许卡门一同上球队包机 这样就能陪她去各地打比赛 公牛管理层当然不傻 迅速拒绝了 你这是简单的为了陪伴吗 你只是缠她的身子 胡闹 由于公牛的不解风情 每次看着罗德曼远去的飞机 卡门都依依不舍泪流满面 然而罗德曼这头公牛 是要将风情尽信到底 有一天球队放假 罗德曼跟卡门说准备了一个惊喜 并蒙住了她的眼睛 然后拉着她坐上自己的摩托车 卡门不知道会被带去什么地方 但只要罗德曼在身边 她就足够安心 到达目的地后 罗德曼摘下了卡门的眼罩 原来他们已经来到了公牛的训练馆 难不成大重是想训练 让卡门帮忙捡球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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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篮球的训练强度 对比接下来发生的简直不值一提 他们两人就像进了糖果店的小孩 想尝遍每个货架上的甜头 理疗室 力量室 当然还有球场上 这些地方都成了他们挥洒汗水 释放激情的天堂 信马游江 字意盎然 相信这绝对是罗德曼 在训练馆运动量最大的一次 此后球队在训练馆装上了监控 当然了 这不是想要看现场直播 而是为了让大重别太过火 毕竟事后筋疲力尽的两人 应该是不会搞好卫生在走的 留下什么东西就不好了 然而那只是罗德曼宣泄激情的 其中一种场合罢了 作为常设行工 他从公寓内仅是一张床垫 就能满足他和卡门的全部要求 全是了何为大型质检 而他那空间宽大 精心装潢的四轮座架 更是成为了两人移动的包厢 每到一处 就地打卡成了他们的特有习惯 而情到深处 状态来了的时候 卡门会拍的车窗坐向 应得外面的人为他们呐喊诸威 阿斌表示 办事的时候 手刹可别忘记拉伤哦 看到这里 观众不禁想问 这样两性关系 难道不会给罗德曼 场上发挥带来影响吗 问得好 影响肯定是有的 1998年1月18日 公牛对战火箭 罗德曼打了35分钟 飞弹没有任何出手 还只抢了7个篮板 可见状态奇差 而在这场比赛之后 罗德曼显然有些崩溃了 他向公牛提出了休假要求 然原因却不是体力不支 而是球场情绪不好 想通过消遣发泄 其实在1997年总决赛期间 罗德曼就干过这样的事 这次他又情景在线 公牛管理层也考虑到 罗德曼精神健康 无奈允许了他的申请 但是他必须在两天之后 赶回球队 得到大赦的罗德曼 心意也驰骋 逃离芝加哥 前往赌城 卡门自然也是如影随形 他们一到就开始了派对 一刻不停 嗨得不行 果然 乐不思蜀的大虫 在声色拳马中难以自拔 忘记了归队时间 几天之后 球队老大乔丹 终于忍无可忍了 亲自飞到赌城 开始捉奸 而他在酒店看到的场面 刺激程度远远高过总决赛 卡门听到乔丹带人敲门的时候 吓得遮住身体 躲到了沙发后面 然而床上并不是指 图流罗德曼一人 难道名字中带罗的 都这么喜欢多人运动的吗 当乔丹从赌城 把罗德曼抓回队里后 大虫很快恢复了正常 重新把激情投入到比赛当中 复出后的六场比赛 他场均得到18.2个篮板 再次变成了那头怪兽 只要场上能有好的表现 哪怕做了再出格的事 也无所谓 可能这就是竞技体育的残酷真相吧 1998年6月 公牛完成了第二个三联冠尾业 夺冠庆祝时 罗德曼把他的球衣送给了卡门 还把他拉进更衣室 和队友一起庆祝 在喷射的香槟中 卡门浑身尽透 而1998年的夏天 公牛夺冠的欢愉 只是卡门情绪的惊鸿一瞥 他的母亲和姐姐先后因疾病去世 使得他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 那段时间罗德曼没有始乱终继 而是一直陪伴着他 同年11月 此前似乎不肯和麦当娜结婚的罗德曼 在拉斯维加斯的小花教堂 和卡门结婚 情病终身 正当所有人以为 两人修成正果的时候 仅仅过去了7天 罗德曼就申请离婚 称自己当时脑子不清醒 并直言 实在是受不了卡门婚后 更加索取无度的信誉 让他这个203公分的高大汉子 再也招架不住 要是不马上离开他 自己就会死在床上 汉得汉死 烙得烙死 大致如此 情人总是分分合合 第二年年初 他们俩又一度和好 但却没有爱得越来越深 复合期间 一度在曼阿密酒店大打出手 然后双双被逮捕 最后两人痛定思痛 还是完成了离婚手续 尽管两人 已不再是夫妻或恋人关系 但是他们在今后的日子里 依然保持着联系 罗德曼更是表示 在他睡过的 两千多个女人当中 只对卡门印象深刻 就是不知道 大成这张旧船票 后来有没有再次登上 卡门这艘客船 罗德曼和卡门的情史 足够波澜壮阔 两人的真性情 也被广为人知 最终的分离 也是因为双方 再也无法从彼此身上 寻找到平静和依赖了吧 罗德曼也曾将青春翻有成他 一层指尖弹出盛夏 勤起心之所动 奈何时光老太隆重 且就随缘去吧 丹尼斯·罗德曼是NBA 最特立独行的球员之一 人送外号花大虫 大虫不仅脑袋五颜六色 就连他的私人情感生活 也是所有球迷 津津乐道的话题 作为NBA历史上 顶级的防守专家 蓝板赤汗 身高2米01 重达220磅的罗德曼 身体素质无疑达到 人类难以达到的顶尖 在球场上张牙舞爪的样子 让对手感到害怕 但是谁能想到 球场上全力飞奔 活力撕射的他 最终却会倒在一名 艳星的石榴群下呢 1997年 罗德曼刚刚结束了 与天后麦当纳的恋情 虫归自由身的大虫 自然就像鱼归大海 正是肆意放纵的痛快时候 又是一个喧闹的夜晚 罗德曼正在夜店的 party里放欢 这个平日里花花心肠的 NBA球星 却在和一个女人 双眸相对的时候 被对方瞬间复获 那个女人的名字 就是大名鼎鼎的 卡门伊莱克特拉 卡门并不像是 卡戴山家族一样 是名门之后 她从小出身在 俄亥俄州的普通家庭 在孩童时期 就因为出众的面貌 被表演艺术学院选中 长大之后 带着歌手的梦想 孤身一人 逐梦做生机 卡门最终并没有 如愿成为一名歌星 不甘灰溜溜回到家乡的他 索性敲响了 花花公子杂志社的大门 毅然宽衣解带拍摄了一部 名为花花公子 拉拉队队长的录像片 从此 他就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身材 博得大众的眼球 以托成名 他是为了成名 不择手段的念心 而大虫则是 NBA赛场上的坏孩子 罗德曼主动搭讪 罗德曼在得到 他的电话号码 开始疯狂地追求 卡门就答应了 这对臭味相仇的男女 很快就打得火热 两人的关系 发展得相当迅猛 罗德曼处于痴情 想让球队答应卡门 登上包机 但是遭到了拒绝 20岁的卡门 看着罗德曼坐着飞机远去 总是因为离别后的想念 而泪流不止 但是罗德曼没有让他等多久 卡门顺利来到芝加哥 观看男友的比赛 但是显然两个人的注意力 都没有放在篮球上 比赛之后 卡门就留宿在大重 在芝加哥的小公寓内 房间的布局相当朴素 在地板上随便扔了张床垫 当做床 但是卡门丝毫没有嫌弃 那个公寓成了二人快乐的天堂 虽然房间简陋 但是罗德曼有一辆装潢 十分张扬的卡车 浮夸华丽的风格 以及车内巨大的空间 都让卡门十分喜欢 将这辆卡车 作为二人的行工 走到哪儿 嗨到哪儿 当卡门和大重激情 刺涉到巅峰的时候 他甚至会拍打着卡车的车窗 让车外的几名保镖 为他们加油助威 要不是他们两人的保镖 见过大风大浪 要是换做别人 估计早就被吓跑了 虽然大重夜夜生歌 但是他依旧没有放弃 自己身为职业球员的本职工作 而禅师和乔丹 也不会过分地 限制大重的私生活 双方达成一种奇妙的和谐 但是随着赛程 进入到常规赛的后半程 密集的比赛和巨大的压力 让大重显得有些喘不过气 在一次对阵火箭的比赛中 公牛虽然迎来了 皮鹏的商与付出 但是罗德曼却陷入了低迷 他全场没有出手投篮 只抢到了七个篮板 数据十分难看 这让罗德曼的心情郁闷到极点 他找到禅师直言 快给我放个假吧 我快要憋坏了 禅师没办法拒绝 特许他休养48个小时 自己会搞定所有管理策和记者 但是他必须在周一回来 于是罗德曼满意地离开了酒馆 在打通了卡门的电话之后 两人头也不回地 直飞堵城拉斯维加斯 开启他们的狂欢派对 NBA的球星向来不缺钱 罗德曼更是不会在派队上吝啬美金 夜店酒吧连轴转 喝酒蹦迪 一场接着一场 一秒钟也不愿意浪费 在彻夜的声色拳马之中 罗德曼忘记了烦恼 同时也忘记了时间 原本满口答应的周末双休 变成造人小长假 这让老大乔丹忍无可忍 亲自飞到拉斯维加斯 来追捕这对野鸳鸯 在一个个赌场和夜店搜寻 二人身影之余 乔老板也没有忍住自己的手引 上手摸了两把 全当给自己也放了个假 在乔丹的追踪下 二人被捉奸在床 日后乔老爷在自己的纪录片里 说起这一幕 脸上的笑容有些耐人寻味 我不得不把他从床上拽起来 嗯 我就不说床上有什么了吧 而另一边 卡门的口供却和乔丹不太一样 他听见乔丹带人敲门的声音后 吓得跳到了沙发后面 遮住了自己的身体 嗯 等会儿 躲在沙发后的是卡门 乔丹看到床上的那位 或者那几位又是谁啊 只能说玩还是花大城会玩 球哥只想录制这个纸醉金迷 物语横流的社会 批判这个风流沉浸的罗德曼 刺自头上一把刀啊 你 你下次能不能带上球哥去见见世面 言归正传啊 要说罗德曼的身体素质也真是小汉 在被乔老爷抓回公牛训练馆的第二天 跑圈依旧能够甩开其他队友一大姐 归队后的六场比赛 大虫就像猛虎下山了一样 每场能够抢下18.2个篮板 罗德曼在绕着训练场跑圈的时候 看着场馆里的每一个角落 嘴角浮现出一抹不易察觉的微笑 罗德曼虽然看上去像一个傻大哥 但是对待女友却是十分的浪漫 时不时的就给他带来一个惊喜 在公牛全队休假的一天 罗德曼找到卡门将他的眼睛蒙住 然后告诉他自己会带给他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惊喜 随后带卡门坐上了自己的摩托车 风声呼啸而过 当卡门摘下眼罩时 眼前赫然是公牛的训练馆 还没等他搞明白是什么情况 罗德曼就带他走进了这座空无一人的场馆 他们像两个在糖果店里狂欢庆祝的孩子一样 只是他们的庆祝方式相当的少而不易 他们在理疗室 力量房 甚至是篮球场上尽情地造人 在他们能够找到的各种地方挥洒汗水 每当卡门回起这个疯狂的假期 总是忍不住心神荡漾 这或许是罗德曼这辈子最拼命的训练了 也就是从这一点起 公牛训练基地的每一个角落都装上了水箱头 罗德曼和卡门 无论在精神还是身体上都相当的契合 自然考虑过登上婚姻的殿堂厮守重生 但是在闪婚的七个日夜之后 从床上爬起来的罗德曼 知道自己大意了 没有闪 现在离婚还来得及 只有累死的牛没有更坏的地 那个曾经号称自己两间后宫 有一千五百人 是正经姑娘的罗德曼 彻底倒在了卡门的身上 他曾后怕地说道 卡门就好比一头野兽 幸好我只与他做了七天夫妻 不然我肯定会死掉 但是卡门显然没有放过罗德曼的意思 毕竟 这个地球上比罗德曼更生龙活虎的人类实在不多 两人的离婚纷争僵持了将近半年 直到两人在酒店里大打出手 虽然不知道是以哪种方式 但是最终闹进了警察局 从此 这对野鸳鸯就相忘于江湖 各奔东西 卡门从此闭关修行 八年之期一到 他将自己征服大宠 以及其他男人的心得 写成一部宝典 这本书图文并茂地刻普了一些喜闻乐见的两性知识 很快成为全美爆火的畅销书 别问了 球哥也想看 但是球哥没有资源 而大虫在离开卡掌门之后 虽然身边不缺女伴 但是依旧忘不了 那个和自己在公牛训练基地肆意畅快的卡门 他意识到 卡门才是他命中注定的另一半 他向卡门施爱 并且扬言要杀死卡门的现任男友 2014年 罗特曼重新出现在卡门的私人派对上 希望卡掌门能够再一次嫁给他 但是此时的卡掌门 已经看破了世间的情缘 只留给了大虫一个微笑 后来 卡掌门对着镜头 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刻 就是公牛三连贯的那刻 罗德曼把他的球衣送给我 我们一起在更衣室 看乔丹在开香槟 我全身都尽头了 也算是给大虫一个交代 过去疯狂和美好随风过去 错过的自不会重来 破镜难缘 即使是罗德曼也做不到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斌 NBA的球员有着世界顶级的身体素质 除了在场上打出炸裂表现外 在场外的他们也在释放着自己的能力 除了留下两万传说的远古巨兽张伯伦外 就属丹尼斯·罗德曼最有传奇色彩 NBA历史最有名的花花公子 人颂外号华大虫 罗德曼是有名的篮板王 只要有他在 乔丹便是不会担心篮板球的问题 是公牛王朝时期真正的中流砥柱 罗德曼在1986年NBA选秀中 于第二轮总第27顺位被活塞选中 1993年被交易至马次 96赛季罗德曼被交易至公牛 以联手乔丹 皮棚组成铁三角组合 并于当赛季常规赛收获72胜 十负的历史第二好的战绩 在1996赛季开始到1998赛季 连续三年夺得NBA总冠军 建立公牛王朝 1999年加盟胡人 2000年加盟小牛 在2000赛季为小牛效力12场比赛后 于2000年3月8日宣布从NBA退役 退役之后的罗德曼曾参加海外联赛 并于2006年正式宣布退出篮球比赛 在20年的职业生涯中 罗德曼共五次夺的NBA总冠军 两次入选NBA全明星阵容 两次入选NBA最佳阵容三阵 两次荣因NBA年度最佳防守球员 七次入选NBA最佳防守阵容一阵 1994年入选NBA最佳防守阵容二阵 1991至98年间 连续七年获得NBA篮板王的称号 生涯共抢下11954个篮板 位列NBA历史篮板榜第22位 被誉为最会抢篮板的大前锋 2011年4月2日 罗德曼的10号球衣被火灾退役 同年8月13日 罗德曼入选奈史密斯篮球名人纪念堂 2021年10月 罗德曼入选NBA75大巨星 说起爱换发型 罗德曼就不得不提 早在运动员时代 他就以奇特的发型闻名蓝坛 马斯时期的罗德曼 爱把头发染成各种各样花花绿绿的颜色 偶尔还喜欢把红丝带这样的标志染到头发上 那时的他还没有后来那么疯狂 染发还只染一种颜色 到了公牛后 罗德曼越来越疯狂 他喜欢把头发染成好几种颜色 被球迷戏称为调色版 退役之后 罗德曼在造型上越发不走寻常路 在出席某派对时 他曾经顶着高耸的机关头出现 再配上粉红色的口红 浓重的眼线 那画面真的是雷的人外焦里嫩 球场上的花花公子 到了现实中更是情爱狂魔 可以说是桃花好到爆炸 罗德曼的一身完美的身材和帅气的脸庞 不由地成为了很多女性的追求目标 乔丹的纪录片最后一舞备受球迷们的关注 在没有比赛的日子里 这样的纪录片自然而然变成各大体育媒体的关注要点 当然作为乔丹当年的昔日队友 罗德曼也是在其中 在这样的纪录片中 罗德曼透露 我至少有过两千多个女人 其中至少有五百个不是风流女 这样的说法让人们很是意外 此前大家都知道 罗德曼的女人缘很不错 与卡门、麦当娜都有过短暂的婚姻 我们都以为她的生活只是比较精彩而已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她的生活会如此的精彩 她曾交往过的许多女友中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天后麦当娜 麦当娜是全美歌手、演员 巅峰时期的人气 甚至堪比迈克尔·杰克逊 是当时娱乐圈中的超级天后 两人是在一次访谈节目中认识的 他们当时在节目上的交谈十分的融洽 节目结束之后 麦当娜就把罗德曼邀请到自己家中 这也是一个女追男的剧本 罗德曼的肌肉 以及她那种放荡不羁的性格 深深吸引了当时的天后麦当娜 也正是那一夜后 麦当娜便是真正喜欢迷上了罗德曼 麦当娜认为 罗德曼在这种放荡不羁的外表下 有着一颗深沉的思考者 这也是她最为迷恋的一点 据罗德曼而言 麦当娜的需求量十分的大 有时候一天可能要十次左右才行 甚至有一次 罗德曼在拉斯维加斯训练 准备第二天的球赛 但是麦当娜还是要求她坐飞机 赶往2240公里开外的曼哈顿去陪她 这两个城市几乎是横跨了整个美国 在罗德曼的自传中写道 麦当娜十分想给罗德曼生一个孩子 并且扬言 如果生了一个孩子 麦当娜会奖励给罗德曼2000万美元 但是事与愿违 罗德曼尽管自己已经很精力了 但还是没有成功 在两人同聚了15天后 这段恋情还是最终画上了句号 两个性格迥异的人 始终还是会被对方的棱角给划伤 两个根本也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对待感情的态度和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难免会分开 正所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在结束和麦当娜的恋情后 罗德曼彻底放飞自我 放纵无度 也就是这时 结识了那个让罗德曼闻风丧胆的女人 比起张伯伦的两万传说 似乎罗德曼的2000女友 更有真实性一点 但是你知道吗 就是这么一位放荡不羁的人形泰迪 却在一个女人的阴影下落荒而逃 连大罗德曼都驾驭不了的女人 到底有多强 这个女人就是卡门 是一个真正靠自己的实力 来争取名利的女人 如果不是巴结上了罗德曼 那她这一辈子 可能也只是一个普通女性罢了 但是能够让罗德曼 也败倒在她的16群下 让罗德曼也对这个女人感到害怕 说明卡门确实是一个有过人之处的女人 卡门伊莱克特拉 是歌手及演员出身 她是一名非常性感的女子 拥有完美丰满的胸部 曾为花花公子上演脱衣袖而走红 罗德曼是在赌城拉斯维加斯和卡门认识的 两人很快坠入爱河 甚至在公牛的训练馆里就开始风流 健身房 游泳池 甚至公牛球馆内都有他们爱情的遗迹 当时的罗德曼对卡门的痴迷已经无法自拔 有一次罗德曼在经历了很久的比赛之后 准备好好放松休息一下 同时也想和卡门好好放纵一下 于是就和禅师直接请了48小时的假期 并且承诺会按时回来 禅师经历了这么久 也看到了罗德曼的用功和努力 便表示相信罗德曼会按时回来 谁知道到了第三天 罗德曼并没有回来 禅师也是开始变得慌张起来 直接要求乔丹把他抓回来 为此乔丹直接飞到堵城 把正在激情的罗德曼从床上拉了下来 卡门躲在沙发后面并且披着被子 这让卡门一度十分害怕 不过罗德曼还是和卡门结婚了 而且是闪婚 但是没想到闪婚之后就是闪离 仅仅七天之后两人就离婚了 对此罗德曼表示 他和卡门闪婚是因为自己喝醉了 做了错误的决定 而到后面罗德曼曼曝出 他和卡门离婚的真正原因 是因为卡门的需求量实在是太大了 就算是他如此强壮的蓝板王也是满足不了 卡门也可以说是唯一一个 让罗德曼真正害怕的女人 也是一个真正罗德曼制服了的女人 从拉斯维加斯回来后 大冲也没有因此颓废 更是场军拿下了十七蓝板 成为了当时的蓝板王 同时在那一年也随着乔丹赢下了三连贯 虽说罗德曼在生活上 可以说是非常潇洒随意 尤其是在感情方面非常的随意 但是不得不说 罗德曼在篮球球队方面 确实是有着功不可没的 也是因为他的防守 深深的防守住了公牛那最后一道防线 成功冲击总冠军 中文字幕志愿者是要運作 一身分转发 i enio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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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NBA球员的身体天赋 可以说是万里挑一 在球场上挥洒激情之余 有的人还会把天赋带到了场下 在女性面前大显身手 大发神威 而当中除了已经驾鹤西去 留下两万传说的张布伦 要数罗德曼最富有传奇色彩 作为NBA有名的花花公子 花大虫这一混名就足以概况 罗德曼赛场内外的全部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放荡不羁的人心泰迪 却栽在了一个女人的石榴裙下 这里面都有哪些精彩桥段 今天阿兵就跟大家娓娓道来 本片检线年满18周岁的朋友观看哦 一说到主人公罗德曼 相信很多球迷第一时间都会想到 他那特立独行的处事风格 成名于坏小子军团的花大虫 给人一种恶贯满盈的坏蛋形象 然而未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罗德曼古怪性格的养成 也是由来已久的 他早年被生父抛弃 被生母嫌弃 加上恶劣的成长环境 罗德曼很快就成为了 哨馆所的一员 如果没有篮球 这个让他施展才华的舞台 恐怕他的一生 一眼就能看到底 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 虽然罗德曼惨遭生父抛弃 但是血脉里的基因 却是永远带不走的 传闻罗德曼生父的孩子数量 有据可查的就有29个 这甚至赶上了 大重的单场篮板球记录 毫无疑问 罗德曼继承了父亲 混乱的私生活作风 这也引出了 和麦当娜的那段故事 如今提到麦当娜 可能知道的人很有限 甚至会问出 是不是麦当劳的妹妹 这样无厘头的话 但在上个世纪90年代 麦当娜的名气 几乎与流行天王 麦克尔·杰克逊相匹敌 就是这样一位 货真驾驶的天后巨星 与罗德曼擦出了激情的火花 而且还是更加主动的一方 当麦当娜遇到 这位狂野的大男孩时 就被那桀骜不驯的气质 神神吸引一见钟情 他想要征服罗德曼 于是开始了疯狂的追求模式 在麦当娜难以抵挡的 魅力攻势之下 两人很快坠入爱河 并且进入到了 疯狂的热恋阶段 我爱痴迷的麦当娜 当时最大的愿望 就是怀上罗德曼的孩子 为了能够如愿 就要求大重埋头苦干 三日肉体交锋次数 甚至接近上双 而且经常是背靠背 连续多日作战 说到这儿 阿兵不自觉地 按了一把自己的老腰 就连罗德曼在外消遣的时间里 麦当娜也不放过他 有一次在大重和朋友 在拉斯维加斯玩得真兴起 就接到了天后 在洛杉矶发来的造人请求 罗德曼也是迅速进入战备状态 打了个飞滴奔赴前线 千里运送弹药 二人功赴云语之后 麦当娜为了能够精准受孕 张开双腿 挽起了倒力 希望每一滴都不浪费 而完成播种使命的大重 则是穿上裤子就跑 玩性未消的他 火急火燎地赶回赌城 事实证明 罗德曼终究是麦当娜握不住的杀 痴心天后要求和大重结婚 然而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 一边是独立女强人 另一边是潇洒无度的花花公子 地久天长的誓言 对他们太过奢侈 随着时间的推移 退去激情的外衣 两人关系迅速恶化 最终只能分道扬镳 一个故事的结束 往往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 真正让罗德曼缴械投降的女人 不是麦当娜 而是另有其人 和天后分手不久 闲不住的罗德曼 开始释放自由的天性 出入于贵大美女如云的娱乐场所 享受着属于自己的快活生活 直到她遇到了卡门 这个一眼就俯获罗德曼内心的女人 她是一名演员 歌手 模特 曾为花花公子上演过脱衣秀 拥有着美艳容貌和完美身材 更是在之后的全球百大性感美人 屏比中高居第五名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罗德曼的眼睛更是看得两眼放光 大冲主动搭讪 卡门也认出了她 知道她是篮球圈里的坏孩子 还跟曼达娜交往过 出于礼貌也好 出于收集备胎也好 卡门还是和罗德曼交换了电话号码 后者随即展开积极追求 一开始就邀请她到公牛主场看比赛 在卡门到达芝加哥的第一晚 罗德曼就让她别走了 说今后所有的夜晚都将由她来守护 那一夜她没有拒绝她 那一夜她全力以赴 重放长到共同甜头之后 关系迅速发展 很快陷入热恋 为此 罗德曼还一度向球队申请 允许卡门一同上球队包机 这样就能陪她去各地打比赛 公牛管理层当然不傻 迅速拒绝了 你这是简单的为了陪伴吗 你只是缠她的身子 胡闹 由于公牛的不解风情 每次看着罗德曼远去的飞机 卡门都依依不舍泪流满面 然而罗德曼这头公牛 是要将风情尽信到底 有一天球队放假 罗德曼跟卡门说准备了一个惊喜 并蒙住了她的眼睛 然后拉着她坐上自己的摩托车 卡门不知道会被带去什么地方 但只要罗德曼在身边 她就足够安心 到达目的地后 罗德曼摘下了卡门的眼罩 原来他们已经来到了公牛的训练馆 难不成大重是想训练 让卡门帮忙捡球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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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篮球的训练强度 对比接下来发生的 简直不值一提 他们两人就像进了糖果店的小孩 想尝遍每个货架上的甜头 理疗室 力量室 当然还有球场上 这些地方都成了他们挥洒汗水 释放激情的天堂 新马油江 自以盎然 相信这绝对是罗德曼在训练馆 运动量最大的一次 此后球队在训练馆装上了监控 当然了 这不是想要看现场直播 而是为了让大重别太过火 毕竟事后筋疲力尽的两人 应该是不会搞好卫生在走的 留下什么东西就不好了 然而那只是罗德曼宣泄激情的 其中一种场合罢了 作为常设行工 大重公寓内仅设一张床垫 就能满足他和卡门的全部要求 全是了何为大型质检 而他那空间宽大 精心装潢的四轮座驾 更是成为了两人移动的包厢 每到一处 就地打卡成了他们的特有习惯 而情到深处 状态来了的时候 卡门会拍的车窗坐向 应得外面的人为他们呐喊诸威 阿斌表示 办事的时候 首杀可别忘记拉伤哦 看到这里 观众不禁想问 这样两性关系 难道不会给罗德曼厂上发挥带来影响吗 问得好 影响肯定是有的 1998年1月18日 公牛对战火箭 罗德曼打了35分钟 非但没有任何出手 还只抢了7个篮板 可见状态奇差 而在这场比赛之后 罗德曼显然有些崩溃了 他向公牛提出了休假要求 然而原因却不是体力不支 而是球场情绪不好 想通过消遣发泄 其实在1997年总决赛期间 罗德曼就干过这样的事 这次他又情景在线 公牛管理层也考虑到罗德曼精神健康 无奈允许了他的申请 但是他必须在两天之后赶回球队 得到大赦的罗德曼心意吃成 逃离芝加哥前往赌城 卡门自然也是如影随形 他们一到就开始了派对 一刻不停嗨得不行 果然 勒布斯数的大虫 在声色拳马中难以自拔 忘记了归队时间 几天之后 球队老大乔丹终于忍无可忍了 亲自飞到赌城开始捉肩 而他在酒店看到的场面 刺激程度远远高过总决赛 卡门听到乔丹带人敲门的时候 吓得遮住身体 躲到了沙发后面 然而床上并不是指图流罗德曼一人 难道名字中戴罗的 都这么喜欢多人运动的吗 当乔丹从赌城把罗德曼抓回队里后 大虫很快恢复了正常 重新把激情投入到比赛当中 复出后的六场比赛 他场均得到18.2个篮板 再次变成了那头怪兽 只要场上能有好的表现 哪怕做了再出格的事也无所谓 可能这就是竞技体育的残酷真相吧 1998年6月 公牛完成了第二个三联冠尾业 夺冠庆祝时 罗德曼把他的囚衣送给了卡门 还把他拉进更衣室 和队友一起庆祝 在喷射的香槟中 卡门浑身尽透 而1998年的夏天 公牛夺冠的欢愉 只是卡门情绪的惊鸿一瞥 他的母亲和姐姐先后因疾病去世 使得他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 那段时间罗德曼没有始乱终继 而是一直陪伴着他 同年11月 此前似乎不肯和麦当纳结婚的罗德曼 在拉斯维加斯的小花教堂和卡门结婚 情定终身 正当所有人以为两人修成正果的时候 仅仅过去了七天 罗德曼就申请离婚 称自己当时脑子不清醒 并直言 实在是受不了卡门婚后 更加索取无度的信誉 让他这个203公分的高大汉子 再也招架不住 要是不马上离开他 自己就会死在床上 汉的汉死 烙的烙死 达至如此 情人总是分分合合 第二年年初 他们俩又一度和好 但却没有爱得越来越深 复合期间 一度在曼阿密酒店大打出手 然后双双被逮捕 最后两人痛定思痛 还是完成了离婚手续 尽管两人 已不再是夫妻护恋人关系 但是他们在今后的日子里 依然保持着联系 罗德曼更是表示 在他睡过的2000多个女人当中 只对卡门印象深刻 就是不知道 大成这张旧船票 后来有没有再次登上 卡门这艘客船 罗德曼和卡门的情史 足够波澜壮阔 两人的真性情也被广为人知 最终的分离 也是因为双方再也无法 从彼此身上 寻找到平静和依赖了吧 罗德曼也曾将青春翻有成他 也曾指尖弹出盛夏 请起心之所动 奈何时光老太隆重 且就随缘去吧 丹尼斯罗德曼是NBA最特立独行的球员之一 人送外号 华大虫 大虫不仅脑袋五颜六色 就连他的私人情感生活 也是所有球迷津津乐道的话题 作为NBA历史上顶级的防守专家 篮板痴汗 身高2米01 重达220磅的罗德曼 身体素质无疑达到 人类难以达到的顶尖 在球场上张牙舞爪的样子 让对手感到害怕 但是谁能想到 球场上全力飞奔活力撕射的他 最终却会倒在一名艳星的石榴群下呢 1997年 罗德曼刚刚结束了 与天后麦当娜的恋情 虫归自由身的大虫 自然就像鱼归大海 正是肆意放纵的痛快时候 又是一个喧闹的夜晚 罗德曼正在夜店的party里狂欢 这个平日里花花心肠的NBA球星 却在和一个女人双眸相对的时候 被对方瞬间复获 那个女人的名字 就是大名鼎鼎的卡门伊莱克特拉 卡门并不像是卡代山家族一样 是名门之后 她从小出身在俄亥俄州的普通家庭 在孩童时期 就因为出众的面貌 被表演艺术学院选中 长大之后带着歌手的梦想 孤身一人 如梦作山基 卡门最终并没有如愿成为一名歌星 不敢灰溜溜回到家乡的她 索性敲响了花花公子杂志社的大门 毅然宽衣解带拍摄了一部 名为花花公子拉拉队队长的录像片 从此她就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身材 博得大众的眼球 以托成名 她是为了成名不择手段的艳星 而大宠则是NBA赛场上的坏孩子 罗德曼主动搭讪 罗德曼在得到她的电话号码 开始疯狂地追求 卡门就答应了 这对臭味相仇的男女 很快就打得火热 两人的关系发展得相当迅猛 罗德曼处于痴情 想让球队答应卡门登上包机 但是遭到了拒绝 20岁的卡门 看着罗德曼坐着飞机远去 总是因为离别后的想念 而泪流不止 但是罗德曼没有让她等多久 卡门顺利来到芝加哥 观看男友的比赛 但是显然两个人的注意力 都没有放在篮球上 比赛之后 卡门就留宿在大重 在芝加哥的小公寓内 房间的布局相当朴素 在地板上随便扔了张床垫当做床 但是卡门丝毫没有嫌弃 那个公寓成了二人快乐的天堂 虽然房间简陋 但是罗德曼有一辆装潢 十分张扬的卡车 浮夸华丽的风格 以及车内巨大的空间 都让卡门十分喜欢 将这辆卡车 作为二人的行宫 走到哪儿 嗨到哪儿 当卡门和大重激情 刺涉到巅峰的时候 他甚至会拍打着卡车的车窗 让车外的几名保镖 为他们加油助威 要不是他们两人的保镖 见过大风大浪 要是换作别人 估计早就被吓跑了 虽然大重夜夜升歌 但是他依旧没有放弃自己身为职业球员的本职工作 而禅师和乔丹 也不会过分地限制大重的私生活 双方达成一种奇妙的和谐 但是随着赛程进入到常规赛的后半程 密集的比赛和巨大的压力 让大重显得有些喘不过气 在一次对阵火箭的比赛中 公牛虽然迎来了皮棚的商与付出 但是罗德曼却陷入了低迷 他全场没有出手投篮 只抢到了七个篮板 数据十分难看 这让罗德曼的心情郁闷到极点 他找到禅师直言 快给我放个假吧 我快要憋坏了 禅师没办法拒绝 特许他休养48个小时 自己会搞定所有管理词和记者 但是他必须在周一回来 于是罗德曼满意地离开了球馆 在打通了卡门的电话之后 两人头也不回地 直飞堵城拉斯维加斯 开启他们的狂欢派对 NBA的球星向来不缺钱 罗德曼更是不会在派对上吝啬美金 夜店酒吧连轴转 喝酒泵迪 一场接着一场 一秒钟也不愿意浪费 在彻夜的声色拳马之中 罗德曼忘记了烦恼 同时也忘记了时间 原本满口答应的周末双修 变成造人小长假 这让老大乔丹忍无可忍 亲自飞到拉斯维加斯 来追捕这对野鸳鸯 在一个个赌场和夜店搜寻 二人身影之余 乔老板也没有忍住自己的手影 上手摸了两把 全当给自己也放了个假 在乔丹的追踪下 二人被捉肩在床 日后乔老爷在自己的纪录片里 说起这一幕 脸上的笑容有些耐人寻味 我不得不把他从床上拽起来 我就不说床上有什么了吧 而另一边 卡门的口供却和乔丹不太一样 他听见乔丹带人敲门的声音后 吓得跳到了沙发后面 遮住了自己的身体 嗯 等会儿 躲在沙发后的是卡门 乔丹看到床上的那位 或者那几位又是谁啊 只能说玩还是花大城会玩 球哥只想怒斥这个纸醉金迷 物语横流的社会 批判这个风流沉静的罗德曼 字字头上一把刀啊 你下次能不能带上球哥去见见世面 言归正传啊 要说罗德曼的身体素质也真是小汉 在被乔老爷抓回公牛训练馆的第二天 跑圈依旧能够甩开其他队友一大姐 归队后的六场比赛 大虫就像猛虎下山了一样 每场能够抢下18.2个篮板 罗德曼在绕着训练场跑圈的时候 看着场馆里的每一个角落 嘴角浮现出一抹不易察觉的微笑 罗德曼虽然看上去像一个傻大哥 但是对待女友却是十分的浪漫 时不时的就给他带来一个惊喜 在公牛全队休假的一天 罗德曼找到卡门将他的眼睛蒙住 然后告诉他自己会带给他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惊喜 随后带卡门坐上了自己的摩托车 风声呼啸而过 当卡门摘下眼罩时 眼前赫然是公牛的训练馆 还没等他搞明白是什么情况 罗德曼就带他走进了这座空无一人的场馆 他们像两个在糖果店里狂欢庆祝的孩子一样 只是他们的庆祝方式相当的少而不易 他们在理疗室 力量房 甚至是篮球场上尽情地造人 在他们能够找到的各种地方挥洒汗水 每当卡门回忆起这个疯狂的假期 总是忍不住心神荡漾 这或许是罗德曼这辈子最拼命的训练了 也就是从这一天起 公牛训练基地的每一个角落都装上了摄像头 罗德曼和卡门 无论在精神还是身体上都相当的契合 自然考虑过登上婚姻的殿堂厮守重生 但是在闪婚了七个日夜之后 从床上爬起来的罗德曼 知道自己大意了 没有闪 现在离婚还来得及 只有累死的牛 没有更坏的地 那个曾经号称自己两间后宫 有一千五百人 是正经姑娘的罗德曼 彻底倒在了卡门的身上 他曾后怕地说道 卡门就好比一头野兽 幸好我只与他做了七天夫妻 不然我肯定会死掉 但是卡门显然没有放过罗德曼的意思 毕竟这个地球上 比罗德曼更生龙活虎的人类实在不多 两人的离婚纷争僵持了将近半年 直到两人在酒店里大打出手 虽然不知道是以哪种方式 但是最终闹进了警察局 从此 这对野鸳鸯 就相忘于江湖 各奔东西 卡门从此闭关修行 八年之期一到 他将自己征服大宠 以及其他男人的心得 写成一部宝典 这本书 图文并茂地科普了一些喜闻乐见的两性知识 很快成为全美爆火的畅销书 别问了 球哥也想看 但是球哥没有资源 而大虫在离开卡掌门之后 虽然身边不缺女伴 但是依旧忘不了 那个和自己在公牛训练基地 肆意畅快的卡门 他意识到 卡门才是他命中注定的另一半 他向卡门施爱 并且扬言要杀死卡门的现任男友 2014年 卢特曼重新出现在卡门的私人派对上 希望卡掌门能够再一次嫁给他 但是此时的卡掌门已经看破了事件的情缘 只留给了大虫一个微笑 后来 卡掌门对着镜头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刻 就是公牛三连贯的那刻 罗德曼把他的球衣送给我 我们一起在更衣室 看乔丹在开香槟 我全身都尽头了 也算是给大虫一个交代 过去疯狂和美好随风过去 错过的自不会重来 破镜难缘 即使是罗德曼也做不到 NBA球员的身体天赋 可以说是万里挑一 在球场上挥洒激情之余 有的人还会把天赋带到了场下 在女性面前大显身手 大发神威 而当中除了已经嫁鹤西去 留下两万传说的张布伦 要数罗德曼最富有传奇色彩 作为NBA有名的花花公子 花大虫这一混名 就足以概况罗德曼赛场内外的全部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放荡不羁的人心泰迪 却栽在了一个女人的石榴裙下 这里面都有哪些精彩桥段 今天阿兵就跟大家娓娓道来 本片景线年满18周岁的朋友观看哦 一说到主人公罗德曼 相信很多球迷第一时间都会想到 他那特立独行的处事风格 成名于坏小子军团的花大虫 给人一种恶贯满盈的坏蛋形象 然而未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罗德曼古怪性格的养成 也是由来已久的 他早年被生父抛弃 被生母嫌弃 加上恶劣的成长环境 罗德曼很快就成为了少管所的一员 如果没有篮球这个让他施展才华的舞台 恐怕他的一生一眼就能看到底 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 虽然罗德曼惨遭生父抛弃 但是血脉里的基因却是永远带不走的 传闻罗德曼生父的孩子数量 有据可查的就有29个 这甚至赶上了大虫的单场篮板球记录 毫无疑问 罗德曼继承了父亲混乱的私生活作风 这也引出了和麦当娜的那段故事 如今提到麦当娜 可能知道的人很有限 甚至会问出 是不是麦当劳的妹妹这样无厘头的话 但在上个世纪90年代 麦当娜的名气几乎与流行天王 麦克尔·杰克逊相匹敌 就是这样一位货真驾驶的天后巨星 与罗德曼擦出了激情的火花 而且还是更加主动的一方 当麦当娜遇到这位狂野的大男孩时 就被那桀骜不驯的气质 神神吸引一见钟情 他想要征服罗德曼 于是开始了疯狂的追求模式 在麦当娜难以抵挡的魅力攻势之下 两人很快坠入爱河 并且进入到了疯狂的热恋阶段 我爱痴迷的麦当娜 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怀上罗德曼的孩子 为了能够如愿 就要求大冲埋头苦干 三日肉体交锋次数 甚至接近上双 而且经常是背靠背 连续多日作战 说到这儿 阿兵不自觉地按了一把自己的老腰 就连罗德曼在外消遣的时间里 麦当娜也不放过他 有一次在大冲和朋友在拉斯维加斯玩的真兴起 就接到了天后在洛杉矶发来的造人请求 罗德曼也是迅速进入战备状态 打了个飞滴奔赴前线 千里运送弹药 二人功夫云雨之后 麦当娜为了能够精准受孕 张开双腿玩起了倒立 希望每一滴都不浪费 而完成播种使命的大冲 则是穿上裤子就跑 玩性未小的他 火急火燎地赶回赌城 事实证明 罗德曼终究是麦当娜握不住的杀 痴心天后要求和大冲结婚 然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一边是独立女强人 另一边是潇洒无度的花花公子 地久天长的誓言对他们太过奢侈 随着时间的推移 退去激情的外衣 两人关系迅速恶化 最终只能分道扬镳 一个故事的结束 往往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 真正让罗德曼缴梟投降的女人 不是麦当娜 而是另有其人 和天后分手不久 闲不住的罗德曼开始释放自由的天性 出入于贵大美女如云的娱乐场所 享受着属于自己的快活生活 直到他遇到了卡门 这个一眼就俯获罗德曼内心的女人 她是一名演员 歌手 模特 曾为花花公子上演过脱衣秀 拥有着美艳容貌和完美身材 更是在之后的全球百大性感美人 屏比中高居第五名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罗德曼的眼睛更是看得两眼放光 大冲主动搭讪 卡门也认出了他 知道他是篮球圈里的坏孩子 还跟曼达娜交往过 出于礼貌也好 出于收集备胎也好 卡门还是和罗德曼交换了电话号码 后者随即展开积极追求 一开始就邀请他到公牛主场看比赛 在卡门到达芝加哥的第一晚 罗德曼就让他别走了 输尽后所有的夜晚都将由他来守护 那一夜他没有拒绝他 那一夜他全力以赴 双方长道共同甜头之后 关系迅速发展 很快陷入热恋 为此 罗德曼还一度向球队申请 允许卡门一同上球队包机 这样就能陪他去各地打比赛 公牛管理层当然不傻 迅速拒绝了 你这是简单的为了陪伴吗 你只是缠他的身子 胡闹 由于公牛的不解风情 每次看着罗德曼远去的飞机 卡门都依依不舍 泪流满面 然而罗德曼这头公牛 是要将风情尽信到底 有一天球队放假 罗德曼跟卡门说准备了一个惊喜 并蒙住了他的眼睛 然后拉着他坐上自己的摩托车 卡门不知道会被带去什么地方 但只要罗德曼在身边 他就足够安心 到达目的地后 罗德曼摘下了卡门的眼罩 原来他们已经来到了公牛的训练馆 难不成大成是想训练 让卡门帮忙捡球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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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篮球的训练强度 对比接下来发生的简直不值一提 他们两人就像进了糖果店的小孩 想尝遍每个货架上的甜头 理疗室 力量室 当然还有球场上 这些地方都成了他们挥洒汗水 释放激情的天堂 新马油江 字意盎然 相信这绝对是罗德曼在训练馆 运动量最大的一次 此后球队在训练馆装上了监控 当然了 这不是想要看现场直播 而是为了让大虫别太过火 毕竟事后筋疲力尽的两人 应该是不会搞好卫生在奏的 留下什么东西就不好了 然而那只是罗德曼宣泄激情的 其中一种场合罢了 作为常设行工 他从公寓内仅是一张床垫 就能满足他和卡门的全部要求 全是了何为大型质检 而他那空间宽大 精心装潢的四轮座架 更是成为了两人移动的包厢 每到一处 就地打卡成了他们的特有习惯 而勤到深处 状态来了的时候 卡门会拍的车窗坐向 迎得外面的人为他们呐喊诸威 阿斌表示 办事的时候手刹可别忘记拉伤哦 看到这里 观众不禁想问 这样两性关系 难道不会给罗德曼厂上发挥 带来影响吗 问得好 影响肯定是有的 1998年1月18日 公牛对战火箭 罗德曼打了35分钟 非但没有任何出手 还只抢了7个篮板 可见状态奇差 而在这场比赛之后 罗德曼显然有些崩溃了 他向公牛提出了休假要求 然而原因却不是体力不支 而是球场情绪不好 想通过消遣发泄 其实在1997年总决赛期间 罗德曼就干过这样的事 这次他又情景在线 公牛管理层也考虑到 罗德曼精神健康 无奈允许了他的申请 但是他必须在两天之后 赶回球队 得到大赦的罗德曼 心意也吃成 逃离芝加哥前往赌城 卡门自然也是如影随形 他们一到就开始了派对 一刻不停嗨得不行 果然 勒布斯数的大虫 在声色拳马中难以自拔 忘记了归队时间 几天之后 球队老大乔丹终于忍无可忍了 亲自飞到赌城开始捉肩 而他在酒店看到的场面 刺激程度远远高过总决赛 卡门听到乔丹带人敲门的时候 吓得遮住身体躲到了沙发后面 然而床上并不是指图流罗德曼一人 难道名字中带罗的 都这么喜欢多人运动的吗 当乔丹从赌城把罗德曼抓回队里后 大虫很快恢复了正常 重新把激情投入到比赛当中 复出后的六场比赛 他场均得到18.2个篮板 再次变成了那头怪兽 只要场上能有好的表现 哪怕做了再出格的事也无所谓 可能这就是竞技体育的残酷真相吧 1998年6月 公牛完成了第二个三联冠尾业 夺冠庆祝时 罗德曼把他的球衣送给了卡门 还把他拉进更衣室 和队友一起庆祝 在喷射的香槟中 卡门浑身尽透 而1998年的夏天 公牛夺冠的欢愉 只是卡门情绪的惊鸿一撇 他的母亲和姐姐先后因疾病去世 使得他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 那段时间罗德曼没有始乱终继 而是一直陪伴着他 同年11月 此前似乎不肯和麦当娜结婚的罗德曼 在拉斯维加斯的小花教堂 和卡门结婚 情定终身 正当所有人以为 两人修成正果的时候 仅仅过去了7天 罗德曼就申请离婚 称自己当时脑子不清醒 并直言 实在是受不了卡门婚后 更加索取无度的信誉 让他这个203公分的高大汉子 再也招架不住 要是不马上离开他 自己就会死在床上 汉的汉死 烙的烙死 达至如此 情人总是分分合合 第二年年初 他们俩又一度和好 但却没有爱得越来越深 复合期间 一度在曼阿密酒店大打出手 然后双双被逮捕 最后两人痛定思痛 还是完成了离婚手续 尽管两人 已不再是夫妻护恋人关系 但是他们在今后的日子里 依然保持着联系 罗德曼更是表示 在他睡过的2000多个女人当中 只对卡门印象深刻 就是不知道 大成这张旧船票 后来有没有再次登上 卡门这艘客船 罗德曼和卡门的情史 足够波澜壮阔 两人的真性情 也被广为人知 最终的分离 也是因为双方 再也无法从彼此身上 寻找到平静和依赖了吧 罗德曼也曾将青春翻有成他 也曾指尖残处盛下 请起心之所动 奈何时光老太隆忠 且就随缘去吧 在日本 篮球之神并不是我们熟知的 飞人麦克尔乔丹 而是乔丹身边的大重罗德曼 日本漫画《灌篮高手》里 湘北队的大猩猩赤木钢线 跟鹰幕花道说 控制篮板球的人 就能控制整场比赛 很多人说 鹰幕花道的原型就是罗德曼 但在灌篮高手中 鹰幕花道是这部 日本经典动漫的绝对主角 而罗德曼在公牛王朝 则是乔丹身边最佳配角 尽管罗德曼进攻技巧不多 但罗德曼凭借自己的防守 和篮板上的造诣 与乔丹和皮棚构成公牛铁三角 大重丹尼斯·罗德曼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当今NBA最像他的球员 是勇士队的德雷蒙德·格林 球员在场上必须有强大的内心 并且不顾一切的赢球 这是我的看法 联盟里有斯蒂芬·库里 和勒布朗·詹姆斯这样的超级巨星 但是我希望看到球员们说 好吧 我希望成为那种做好自己工作 并且配得上球队付我薪水的角色 这是我想要的 但是我还没有看到这种球员 德雷蒙德·格林就像这样的球员 他继续说道 但除了他之外 我没有看到其他球员拥有这种激情 对比赛的热爱和动力 他们需要篮球 你需要的心态是 我要在场上做好我的工作 努力赢球 当我的手上拥有一枚总冠军戒指的时候 我会得到满足 这是我想要的球员 事实上 外界经常会拿格林和罗德曼相比较 特别是他的防守和激情 早些时候 罗德曼并不屑外界拿格林和他比较 但是从他这次采访来说 罗德曼对格林已经很认可了 作为NBA历史75大巨星 罗德曼无疑是一个奇葩 在一众传奇中 五届总冠军 两届最佳防守球员 连续七个赛季 加冕篮板王的丹尼斯·罗德曼 堪称是NBA篮领群体在75大巨星名单中的唯一代表 罗德曼以专注防守和篮板而闻名于世 这在NBA一众超级得分手中显得格外特立独行 身高仅2.03米的他 却能在NBA上世纪90年代最奢华的中锋盛世垄断篮板球 经常打出零分28个篮板这类奇葩数据 他的铁血防守成为NBA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一个在联盟里被称作是大虫的球员 这个绰号并不是意味着罗德曼的实力有多么的不堪一击 像虫一般 反而是形容罗德曼在球场上的表现尤其精彩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罗德曼已经成为了一位最具有代表性的球员之一 即便是坚不可摧的大鲨鱼 都在面对罗德曼时感到无可奈何 而格林是现在NBA联盟里最值得一提的球员 也是勇士队最器重的球员之一 作为球队内线核心 格林防守相当出色 并且有着难能可归的组织能力 成为了库里身边最得力的助手 是勇士王朝的奠基者 在篮球发展的发展趋势中 格林向世界完美地诠释了后卫的身高 也可以像中锋似的打球 并拥有最佳防守球员级别的防守 曾经勇士死亡无小都不天下 三货总冠军 并创造了73胜的历史记录 格林无疑是勇士系统中的完美拼图 勇士格林和公牛罗德曼谁更强 对于这个问题 或许没有人比史蒂夫·科尔更有发言权 作为公牛队三连贯时期罗德曼的老队友 科尔见证了罗德曼球员时代的打球方式 作为勇士队的主教练 科尔又见证了格林的打球方式 史蒂夫·科尔首先比较了这二人的防守 在科尔看来 二位球员都是各自时代最好的防守球员之一 罗德曼拿过二次最佳防守球员 格林同样拿过一次最佳防守球员 在科尔看来 在不同时代打球没有可比性 而且二队人的时代防守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科尔最终认为 二人在防守上是不相上下的 因为他们都可以防守多个位置 正如科尔所说 格林和罗德曼在防守端极为相似 不相上下 而这也和他们各自所处的球队组成有关 先来看罗德曼所在的公牛 当时的公牛队 已经拥有了乔丹和皮鹏两个持球大合 他们在进攻端都是全能的得分点 还拥有科尔这个外线三分角色球员 即便把罗德曼放在进攻端得分点位置 也没有办法获得更多球权 一个球队的得分点不需要太多 但是防守好的球员是越多越好 永远也不会嫌多的 队友在进攻端创造优势 就需要有人站出来在防守端限制对手 这就是罗德曼在球队中的重要作用 而在勇士的体系中 水花兄弟库里和汤姆森是联盟最顶级的三分手 也正因两人无解的投射能力 勇士进攻体系的运转需要足够的进攻空间 并且需要提速 以反击转化取代传统的阵地战 从而最大化水花兄弟的进攻火力 因此格林便扮演了球队防守大闸和进攻润滑技的作用 从两人所扮演的球队角色中不难看出 相比于罗德曼较为单一的防守功能性 格林有着更高的战术地位 在进攻端有着更多的权重 正如科尔所指出的 格林是一个比罗德曼更好的进攻球员和传球手 格林可以在篮球场上多次砍下三双数据 这或许是罗德曼无法做到的 格林在勇士队一直都是球队的篮板王和助攻王 是一位更好的传球手和进攻球员 进攻的时候 格林可以在湖顶处控球 这会减少库里进攻端的消耗 有库里和汤姆森这样的历史级别投手 可以说是勇士夺冠的基本战术 在15-16赛季 这个赛季格林三分球命中率达到38% 在当时 这种表现很难把它放空 15-16赛季 勇士与骑士总决赛第七场 格林表现优异 三分球8中6 狂砍32分 15个篮板 9次抄截 拥有全队第一的真实命中率 不要忘记 那是勇士队友汤姆森 库里 一个达拉 不仅如此 格林得到这些数据的前提是 他同时也担负着防守和组织任务 假如那年勇士拿下最后一场 成功夺冠 那么总决赛MVP很有可能就是格林 他的表现无可挑剔 我们再说说格林的侧应能力 可以说 勇士的核心战术就是围绕他展开 格林高位持球是勇士的一种常规战术 可以给库里和汤姆森提供进攻空间 或者与库里一起挡拆 另外 他在外围的组织侧应也释放了库里 使库里能够更加专注于进攻 可以说 在缺少格林的情况下 勇士的很多战术都没有发挥出来 那么汤姆森和库里的威力会大大下降 除去在防守端和进攻端的比较外 罗德曼和格林最相似的或许就是他们的性格 以及所具有的能量和精神力 格林与罗德曼在职业生涯中有着一样的激情 同样不害怕与任何人对抗 愿意为帮助球队获胜而倾其所有 罗德曼凭借自己对篮球的专注与投入 从平民区打到了NBA 从板邓席打到了首发阵容 从无名之辈打到了人们眼中的篮板之王 在赛前和赛后 罗德曼都会自觉来到健身房 给自己加训一段时间 在球场 他仍然保持着专注与强硬 为了救回一个即将出界的球 他摔在地板上 甚至飞出场外 跌进观众席 有一次救球 他的身体甚至在空中呈180度 几乎平行于地面 这就是罗德曼 为了篮球 他可以赌上自己的职业生涯 他用他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 未来的路走向何方 更多取决于我们自己 而非他人的眼光 就像飞身救球那样 哪怕摔得再惨 也不放过任何可能溜走的机会 格林则正如他名字的谐音追梦一样 不断在球场上追逐他的梦想 即便他大打咧咧口无遮拦 即便他脾气火爆 脏动作很多 即便格林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 但能从一名二轮秀 成长为勇士的核心 为辉煌的勇士王朝 立下汉马功劳 已经足够的传奇 作为勇士王朝的一员 格林对篮球有着坚定的执着 对于胜利充满渴望 对库里更是给予尊重与保护 让球队的未来图腾 全身贯注地投入比赛 格林敢于担当 不争攻 对势不对人 是团队绝对的正能量 他出色的防守和侧应 为篮球重新定义内线的打球方式 比较罗德曼和格林谁更强 只是球场上的关公战琴琼 成为球迷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两人在NBA历史上 所留下的浓墨重彩的痕迹 以及永远充满热情 不错过任何一个球权 对胜利永远渴望的拼搏精神 或许才是更有意义的关注点 喜欢本频道 欢迎点赞评论加订阅 我是阿斌 我们下期再见